原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上次講到 紅城囚將這幾場戰敗的情況 以及同執三位將軍的經過 寫成一份奏書 誓訴給崇禎皇帝知 奏書的最後 紅城囚還懇請皇上至罪言情自己 寫完了 好認真地看多幾次 然後拆遣八百里塊器 昔夜飛步去京城 接到紅城囚的奏書 崇禎皇帝非常之震驚 面色都變賣 他也是為逆賊的兇猛氣炎而震驚 而是為失去了曹文召、艾曼蓮、柳國鎮 這三名大將而深感苦痛 他托著那份奏書 兩隻眼睛不斷看著公園的紅牆在發牛鬥 似乎整座紫禁城的牆壁所有的紅光 都是由曹文召他們的血染成的感 過了很久 他才回過神禮 嘴裡不停哀嘆 他原先還以為只要紅城囚總督剿賊 賊賊將很快被消滅乾淨 不日只能收到紅城囚請安的喜訊 誰不知 事實上賊賊不僅勢力未減 反而威脅更越來越厲害 看來讓紅城囚總督五省未免奢歉過高 一個陝西三邊的賊賊 就已經令他自顧不下 又何以能總督五省呢 再這樣下去 豈不是故此失彼 賢大使 於是崇禁皇帝立即下旨 命令紅城囚仍然固守三天 另外派胡廣巡撫賊賊 為河南、河北、山西、山東、胡廣、四川的總督軍務 並且明確指出他們各自的職責範圍 紅城囚負責督剿西北 奴像星則負責督剿東南 各盡職守不得有誤 接到皇上的聖子 紅城囚那個扯到上喉嚨定的心 才歸復原位放翻心落 他非常感激崇禎皇帝的歡厚之恩 不像懲治楊鶴、陳其般發落自己 同時他又深深為自己的無能而滿腹羞愧 自以為完全辜負了皇上的恩典期望 上任這個五省總督都未夠一年 絲毫功勞都未建立 反而連接紀元大將連打敗仗 其實對於這一樣 紅城囚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 他心想 難道是自己始功自傲? 不會啊 上任之後 自己一切照常勤工有家 見面更深 每件事都是經過反覆思考 印證多次才至身體力行的 從來就不敢有半點差池 各將士對自己 也都從來沒有陽奉陰違 和此財無物之舉 對待士兵 身水從未虧空 梁響更加是沒有人夠膽黑口 地方團勇 豪新富古 對洪家軍 一直都是崇敬和支持的 更加沒有人夠膽暗通賊口 洪城囚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自己為何會輸給李繼承 不過這次皇上聖子的寬容 也都確實令他驚訝不已 他同樣想不明白 這個究竟是皇上本人的意思 或是溫大人和張大人從中求情的結果 既然想不明白 乾脆就不想了 只要自己真正剿滅到賊口 那就誰都不能夠在皇上面前攻擊我了 如果我立不到戰功 還有罪 那就算其他人不抵毀攻擊我 自己都會臨低 所以看來目前最重要的 是要振奮振作 重新鼓足鬥志 以離再展 有到時 性不嬌 敗不履 現在剛剛出現不利的困境 做什麼要馬上心灰意冷 身為三軍統帥 我心不亂 軍心自然穩 我不起女 軍心自然振奮 要重新振作 要繼續重嚴自軍 要勤力訓練 一定不能棄女的 熊成囚暗暗下定決心 咬牙切齒 以為曹文趙等戰死的將士報仇 熊家軍為曹文趙等三位將士 哀悼招魂以後 熊成囚又大大鼓勵 所有打敗將歸來的將士 出雙倍的銀兩來做軍響 對曹辯交 劉成功兩位將軍 不單止不懲罰 相反還給予獎賞 於是從將領導士兵 都對熊成囚感激不盡 國營加緊練兵 同時又在當地 偵襲新兵 抗衝部隊 漸漸恢復士氣 熊家軍的聲望 又是樹立了起來 其實 熊成囚這次能夠有喘息的機會 整頓軍心 重振士氣招兵買馬 完全是因為 農民軍內部的意見分歧而導致的 本來 當李自成擊敗了艾曼年 柳國鎮曹文趙之後 農民軍的士氣空前高掌 一致認為 什麼熊家軍都可以被我們打敗嗎 原來不可一世的熊家軍 不過如此 但是 這一股士氣 就沒有好好利用到 更加沒有值此機會 將各部充分調動起來主動出擊 部分大王頭領 認為這次只是僥倖取得的勝利 加上他們認為 陝西這個鬼地方 人窮地方 不宜久留 很多頭領並不贊成 繼續跟熊成囚打過 而是主張出同關入中原 沒有辦法 為了固存大局 李自成就同意了分兵的主張 讓高營祥、張獻忠他們 率領本部的兵馬入中原 他自己呢 就帶著其他的國營農民軍 仍然就留在陝西 兵力因此大大減少 致底熊成囚 有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得到恢復元氣 崇禎九年 也就是公元1636年的二月份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 熊成囚的軍隊 又是重振威武 正不斷捕捉戰機 找尋消滅農民軍的時機 打仗呢 其實跟打架都是這樣的 你打他打得不徹底 他找對機會 實是會瘋狂地報復回你的 上次李自成贏了開頭 但是就沒有抓緊機會 徹底摧毀熊成囚 這支明王朝最有戰鬥力的隊伍 這次熊成囚恢復元氣了 還不捲土重落 一雪前恥 留在陝西的李自成 帶領著數萬人馬 駐紮在韓城 由於缺少糧食 李自成計劃帶兵向東南游擊 早已準備好 並且一直等著機會的熊成囚 看進了這個勢頭 決定起兵合圍李自成 他自己親自率領本部兵馬兩萬人 又調集總兵左光仙和柳紹忠的兵馬 實行三連夾擊 這次的部署相當快捷迅速 加上準備充分 行動剛剛開始 馬上就見效 農民軍損失很大 李自成見世不妙 立刻大兵轉頭向寧夏方向撤退 誰知道在乾鹽池附近被熊成囚圍住了 這次短兵相接 雙方的主帥都在陣前見過面 曹便交就指著農民軍陣中的李自成大聲地說 熊大人 騎白馬那個 就是逆賊首領李自成 熊成囚順著曹便交手指的方向 望見敵陣中的李自成 他即時大腦 咬牙切齒地說 便交 他是殺你叔父的仇人 你還不快去砍他的人頭 為你叔父報仇 沒將不令 曹便交熱血沸騰 兩眼噴火 拍馬令兵向李自成衝殺過去 李自成手下的大將李過衝出陣前 接著曹便交 兩個人展開血戰 打到難分難解 李自成擔心李過不夠打 命令劉忠敏上前坐陣 熊成囚這邊的大隻佬葛廣 早就等不及了 大喝一聲 飛馬衝上去迎戰流中敏 四個人四匹馬 在陣前飛來飛去 打到天船地轉 兩邊的軍事齊聲納喊助威 聲浪此起彼伏 在陣前指揮的熊成囚 見打得差不多了 揮起令旗 吹兵掩殺過去 東邊的左光線 北邊的柳兆忠 見到令旗 立刻也吹速本部兵馬出力粉殺 那支特種部隊 弓箭隊射出一束一束一束 帶著火弱的弓箭 眼界非常準 射到農民軍四山逃命 李志誠知道 硬碰自己欠虧 就不敢亂戰 也揮動令旗 指揮農民軍撤退 東、南、北三面都有官軍 唯有向西逃跑 好不容易衝過去 怎知道前面又有一支官兵 擋住了去路 為首的一員大長 是賀仁龍 李志誠急中生子 立刻吩咐手下 將金銀珠寶拿出來 不斷拋不斷拋 不斷拋 拋到整山、整地都是 那些官兵一看 嘩,有錢撿 真是地上撿到寶 文片都拿不到 一個一個不追 個個彎下腰 不斷撿不斷搶 另一派官兵追上來 李志誠又叫手下再撒金銀 那些官兵又試去撿 這樣前後扔了三次 農民軍終於有機會突出了重圍 不過在倉皇之中 李志誠的坐騎仲是中了一箭 差點將他拋到地上 遠遠見到這樣的情形 洪成酬啊 猛到甘堤甘爪 一直在那裡說 可惜呀 可惜呀 洪成酬見李志誠 再一次逃出了自己的包圍 感到既遺憾又無奈 原來呀 昨晚他打探到李志誠的去向之後 決定在乾鹽池這裡設一個圈套 除了先前的佐光仙和柳紹忠 又調多一個賀仁龍過來 實行四面合擊 為了擒拿李志誠 還在西面的山口處 挖了幾個大陷阱 開戰的時候 自己在南面 佐光仙在東面 柳紹忠在北面 一起發理 將李志誠向西邊賀仁龍那處趕 誰知道自己的兵士 是經不起賊購的金銀珠寶誘惑 個個顧著去爭奪財物 阻撓了大軍的一致殺地 而特衛的農民軍 又是四散分途的 令到預先掘定的幾個大陷阱 都起不到作用 致讓李志誠再一次死裡逃生 不過這一仗總算是叫做贏番 一共是殲滅農民軍兩千多人 得到銀兩珠寶無數 回應之後 洪成囚勒令那些 搶了財物珠寶的士兵 將那些財物珠寶 吐出來 還將這些人那個月的響銀 全部扣取 懲戒了自己有之後 洪成囚的心還很不服氣 命令手下 將俘虜過來的二百幾個農民軍 一氣逃殺乾淨 以恃心中的憤怒 同時也算是告慰 曹文趙、艾萬年、柳國鎮三位的在天之靈 而李志誠呢 逃出了包圍圈之後 收攏回樓山的人馬 在陝西繞了一個大圈 潛回去自己的老家 不知衰得一大 穩定之後 他寫了封信交代親信去河南 召回高營祥和張建忠 希望合力和洪成囚決一死戰 日子過得很快 眨眼五個月又過去了 來到七月份的時候 李志誠接到高營祥的密信 說決定帶領本部兵馬進軍陝西 配合李志誠反攻洪成囚 但是張建忠又不聽敵了 他帶著自己的人馬 離開了河南 繼續南下湖廣 曾經合力的農民軍又在分道揚標 各走各路 之前 崇禎皇帝接到洪成囚擊敗李志誠報 殲滅農民軍兩千多人的奏書的時候 個心雖然高興 但是並不滿意 事關殺來殺去 都是蝦毛如皮 賊王還是逍遙西上 現在接到報告說 高營祥要進入陝西匯合李志誠 崇禎就懶惰了 他落了道聖旨 命令洪成囚 今次要擒擒擒黃 不可以再像上次一樣 只是斬殺魚蝦蟹 洪成囚摺紙之後 個心很沉重 他擔心高營祥和李志誠再次聯手 這樣勢力又更加強大 將更加難對付 萬一有什麼閃失 自己將會跟楊鶴、陳其喻的下場一樣 追結難逃 所以他決定 一定要阻止高營祥再次喘入陝西 但是現在自己正在全力對付李志誠 分了兵去米芝和衰德一帶 手上剩下的只有兩萬多人 而高營祥呢 有幾萬人那麼多 要擋住他 兵力不足啊 怎麼辦呢 嗯,有了 請盧將星幫忙 於是 洪成囚一面親自督兵 沿著島雞城南下 去迎戰高營祥 另一方面 收書一封 派出親信 連夜快馬趕去 請求五省總督盧將星出兵增滿 盧將星接到信之後 總算給面 立即命令部長 總兵祖寬 大兵從河南出發 進入陝西去增援洪成囚 半個月之後 祖寬匯合了洪成囚 洪成囚帶著酒菜銀兩 親自來到祖寬的軍營烤爐 當那些閃閃的白銀送到祖寬面前的時候 祖寬非常之驚訝 連錘說 總督大人 活張無功受賞 實在慚愧 不敢當 不敢當啊 洪成囚就說 耶 祖總兵大兵遠征 風塵埔埔 萬分分勞 區區微薄之物 又何足掛齒 何足掛齒呢 萬望少納啊 祖寬一早就聽人說 洪成囚帶兵威嚴 不過 就一直都是恩威並重的 還有 他事事 必以朝廷大義為重 勤行見德 待人謙和 腹中呢 更是詩書萬卷 薄學多才 今次初初相見 言談舉止 果然令人敬虎 於是 推遲再三 才收下了那些銀兩 久見之上 洪成囚一再盛讚祖寬 這次大兵遠征 是如何如何新羅 是如何如何 孤全大局 談吐得體大方 令祖寬 越發感到親和無比 心就不讓在想 啊 跟著這樣的大人 真是有福氣啊 跟著這樣的大人 就算是拼死沙場 亦都是心甘情願的 洪成囚雖然不升酒量 但亦都頻頻舉杯 和祖寬對飲 他對祖寬說 祖將軍 心名大義 孤全大局 來到陝西 幫助剿賊 這樣的壯舉 實在令洪某感激非常 來 祖將軍 我們再聖了他 聖的洪總督 洪大人 祖賊 乃是應盡之責 在下 聽從盧總督的調遣 是正常之事 大人 無須如此誇獎啊 賊手高刑場 曉勇無比 帶著賊扣搶 搶南略北 遺害四方 今次 他從漢中北上 打算 和留在陝西的李志成 合併在一起 倘若給他們匯合 朝廷 將會是後患無窮 我們 勢必要全力以赴 徹底消滅他 所以 你來助我一致之力 合力剿策 我怎能夠不高興 不高興 才行 對自己的部下 就可以直接落命令指揮 而對前來協助自己的友軍 就一定要客氣禮仰 取得對方的信賴和友好 這樣 人家才會出行力 才會甘心賣命 這個道理 熊成囚的心裏 比誰都清楚 好了 各位 早歡今次來幫熊成囚 圍擊高刑場 結果會是怎樣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